第四位 第四位 嗨大家好 大家今天起車了嗎 歡迎來到我們TOPいやRi的攤位 然後大家好 非常歡迎單車時代的讀者們 然後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講者 我是AMUS 那我今天來幫大家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新產品 來大家可以往這邊 這邊走 不好意思喔 不好意思 來妳好 這個是那個 我們的Ninja Master Series 那就是忍者大師系列的我們一個新產品 那這個新產品的話呢 我們是特別去強調說 它是一個模組化的一個設計 模組化的設計是什麼呢 它就是由三個東西所構成 第一 它是由一個水壺架 然後以及我們下排 這邊很齊全很齊全的 我們TOPIC的強項 TOPIC的一些工具啊 像CO2啊 工具啊 或者是內胎袋啊 有的像這個是公路車的 然後登山車的 然後或者是像那種你可以裝任何東西 然後再加上 加起來呢 它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它就會變成像這樣子 那它的操作方式其實很簡單很簡單 它是由一個快扣所構成的 那這個的話你就是給它按一下按鈕之後 然後你把它轉一下 往下 往下就很好去做拆裝 這樣去做拆裝 那你如果是 任何的單車騎士的話 你可以去選擇說 我今天如果有比賽需求 我就是裝像這個CO2一樣 裝這個CO2去做比賽 那如果說我今天有別的需求 我還可以裝像工具一樣 這打開裡面是一個工具組這樣子 裡面是一個小小的工具組 然後去做維修啊 比如說你有爆胎 或者是你的handlebar鬆掉了 你就可以用這個去做維修 然後我們往上看 往上看往上看 然後呢 我們水壺架的部分呢 我們有出這幾種款式 比如說我們像 有沒有這種旁邊是有挖胎棒的 小小的挖胎棒 可以去把你去做 比如說你破胎了 你可以去做拆胎的動作 那或者是說你的車架比較小 就是有像這種可以去調它的高度 這邊有三段可以去做調整 你把它鎖上去之後呢 它可以去做上下的調整 那或者是說像是 你是Full Suspension 你是有前後避震的話 你就有像這種SK就是Side Cache 就是你可以從側開 從側邊 你就可以去閃掉說你的 比如說你有後 後邊的Suspension的話 你可以閃掉那個部分 那或者是呢 我們的那個 騎士這邊 它有它自己比較偏好的 像自己偏好的水壺架的話 我們有出像這種 Universal Bracket 就是像一個L型的那個墊片一樣 它就呢 把它鎖在 喔 你跟著鏡頭往下 把它鎖在任何你的水壺架的底下 然後它下面就有附這個 忍者的那個 快拆系統 你就可以跟我們一樣 跟剛剛一樣去做拆裝 你就可以去 客製化你 任何你的 你的需求這樣子 那這個系列非常適合 像是 三鐵系列啊 或者是你有任何比賽的需求這樣子 好 那我們慢慢往這邊走 慢慢往這邊走 我們在這邊走 來 打開招呼 來 我們現在把交棒給我們的 那個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Presenter Ben 嗨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那現在由我接手來跟大家介紹一下我們今年新的產品 這個區域呢我們要跟大家介紹的其實是我們今年新推出的一個車燈的系列我們叫QBQB 那為什麼我們叫它QBQB呢 因為其實我們從我們的產品燈的設計上面呢我們可以看到它其實是一個方框的一個概念 那為什麼我們今年的新車燈我們要設計成一個方框的開鏈 讓你每一次騎乘的時候你可以根據你這一次的目的 比如說我可能是要雙塔的挑戰 或者是一個三體的訓練 而且呢我們讓消費者可以讓你可以針對不同的路況呢藉由電池的電力改變而提升它的流氓 這邊我們可以看到我們這邊的數字 假設我們最小的一個標準的一個電池 我們最大的流氓數是500流氓 當然除此之外呢我們可能我們在外出的時候現在很多的行動裝置 我們可能需要幫我們的手機或者是馬表去做充電 我們的燈呢同時它可以當成一個行動電源呢 幫我們的手機或者我們的運動攝影機或馬表進行同時進行充電 這樣子在我們白天的時候呢 我們的車燈的用途呢它也可以發揮它的一個功能 所以這樣的一個模組化設計呢我們提供消費者可以 提供你可以針對不同的路況呢去做客製化的一個設定這樣子 另外這邊呢我們再跟各位介紹一個新的一個產品 我們叫做Tube Booster Tube Booster呢其實我們是針對無內胎系統的車種所設計的 我們知道現在目前車種的演化到現在已經都進入到無內胎這個輪組的一個系統 那無內胎在設定我們大家一定都知道說 在車店我們都是用空壓機去做第一次的設定 但當消費者我們在家裡其實我們是 可能沒有這樣的一個裝備的時候 我們可能需要把輪子拆下來 帶到車店請車店協助 但是我們可能不見得車店會隨時 20小時等著我們進去協助我們做這樣的一個設定 因此我們這個裝備呢可以讓消費者可以在家裡自己去安裝進行無內胎的一個設定 我們只要呢 用你家裡一般的打氣筒呢 把所有的氣呢儲存在這個儲氣槽裡面 當你儲存保了之後呢 再一次性的把這個氣呢 灌進去我們的無內胎的輪組裡面 這樣子第一次設定我們就可以把無內胎的胎存給撐起來 除此之外呢我們的氣嘴頭它還提供另外一個功能 就是在我們外出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CO2的沖氣水 所以我們如果有帶CO2跟氣嘴頭外出的時候 萬一遇到爆胎的情況下 它就可以解決我們在外面需要沖氣的一個功能 所以這個對車友來講是一個在外跟在家內都可兼具的一個商品 OK好 那這邊以上大概就是我們今年TOPIC的新評 謝謝各位觀眾的收看 掰掰